虐殺六歲男童逃亡一年被逮 畫面中這名低著頭不敢見人的51歲男子林文龍 10年前狠心虐死同居人的6歲男孩 並棄屍荒野,前年遭法院判刑18年 但他逃逸事處所長,前晚終於被警方逮捕 警方調查,男子長期毆打同居人與前夫所生的兒子 曾以男童吵到他的親生兒子睡覺為由 強迫男童脫光衣服,做交互蹲跳 還用腳踹,甚至以BB彈射擊男童下體 鐵鏈捆綁掉在浴室,冷氣口下方等方式淋虐 年僅6歲的男童就這樣活活被虐待致死 他有狠心的羽童居人,也就是男童的生母 將男童埋在山區龍眼樹下 5年後,男童生母受良心譴責,想重新安葬男童 全案才曝光 警方表示,男子逃逸期間 並賣家產兌得200多萬 大部分睡在車上或廉價賓館 前晚被逮時,自知把往南逃 大探,這下完了,再也出不來了 東新聞桃園報導 東新聞桃園 一直在城市内 高明 中文桃園